2-160轟炸机一次排开 展现俄罗斯强大的军事设备 其他包括苏-57战斗机 米-26重型运输直升机 也都列队飞过红场上空 6架苏-25攻击战机 从尾部喷出白蓝红三色 象征俄罗斯联邦国旗的颜色 洒满诺斯科上风 即使天色阴暗还下着细雨 但俄罗斯依旧展现出 精良的空中部队 第一名部队中 三辆雅尔斯洲际导弹发射车 陆续登场 雅尔斯洲际导弹可以超音速飞行 是俄罗斯导弹中的最新型号 其他还有T-90主战坦克 防空装甲车 天王星9号战斗机器人 以及飓风火箭炮等 全都亮相 超过一万两千名军人 以及191件地面武器装 致和76架军机组成的阅兵阵容 展现俄罗斯盛大军容 目前正值俄罗斯因为 和乌克兰的战争 以及打压反对派等议题 和西方关系紧张 俄罗斯趁机展现 不可小看的军事实力 俄罗斯向来盛大庆祝二战胜利日 去年因为疫情太严重 只好延后举行 今年已经全面恢复 现场也几乎没人戴口罩 或许俄罗斯也想借此显示 已经控制住疫情 记得换猥猪 送我报道